记者消方起台北报道,陈亚兰今年考上师大第二届国际时尚高阶管理硕士在职专班GFM的无奈碰上杨丽花歌仔细中校协议开拍,她蜡烛两头烧,原本9月开学,一直拖到12月才开始上第一堂课,向剧组告假时,制作人杨丽花不会生气吗?陈亚兰说自己有安抚杨,我跟她说媒体都知道了, 我不能不念啊,她分享回归学生的心情,校说同学之间习惯以英文名字称呼,但她一生都在唱歌仔细,从没取过英文名字,同学便直接将她名字哑乱应译,叫她Alan,她也欣然接受,她也说上第一堂课时,非常紧张,无奈拍戏太忙,收工时已是早上4点,她回家卸完妆,只能等免一小时就飞奔到学校报道, 课堂上是否迷流,她说自己可谓模范学生都没打瞌睡,但透露教材都是英文,好在讲师以中文授课,否则真的会吃不消,但她说忙碌之下,因获得福的瘦了一圈,开心表示过去买的衣服都能穿了。 此外,被问到杨丽花歌仔细中校结议拍摄进度,她说已拍完第一单元,陆瑶至玛丽,杨丽花渴望参与的单元,也已首次订装,但她要求严谨,进度不如预期,目前上档日期还无法确定, 陈亚兰今以一身翘立伴向,呼应学生身份保利来娱乐提供,陈亚兰今以一身翘立伴向,呼应学生身份保利来娱乐提供。